开车上路沿途欣赏美景 还能自己决定行程 想去哪就去哪 到日本北海道冲绳玩 不少人都会选择自驾 但专栏作家Jack在日本开车时 却遇上这件事 发文写下回家时因为违规 又转被日本警方拦下 警察在查验护照驾照跟一本时 惊呼台湾的驾照怎么没有有效期限 还说这样要如何更新道路法规 让Jack想说我们台湾的四伦大爷 就是想干嘛就干嘛 现阶段如果以我来看的话 应该是觉得还蛮好的 因为如果万一是有期限 然后可能因为工作忙碌或什么 然后就忘记或是 就会蛮麻烦的 应该要定期换一下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 可能有些时候像是法规会变动 台湾日本考招制度确实大不相同 即日本为了重新确认驾驶健康状况 以及对交通法规的了解程度 将驾照分级 初学者绿色驾照必须先持有三年 度过新手时期后 可以升级为蓝色驾照 至少五年内无事故或违规行为 可以换发金色驾照 这时驾照的有效期限 会被延伸至五年 但国内的普通驾照 只要考到后没有重大违规 被吊销或吊扣 等到七十五岁才必须定期换照 但职业驾照就需要定期审验 只有在职业驾照才需要 每三年审验一次 这个审验驾照就是在做一次体检 并不需要再做任何的比试 或者是考试考照动作 不管在哪里开车驾驶 遵守交通法规才是维护行车安全的上上侧 不过台日驾照差异也再度引发话题 华视新闻华明学侯称伦综合报道 哈喽我是庄慧琪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